好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要今天继续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 要读到了第十二节到十六节 谢谢卡加带我们选的诗歌 都很符合这段经文的主题 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六节 好 我们一起来读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你们中间凡是完全人 总要存这样的心 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 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我们一起祷告 塞的天佛 我们感谢你把你的真理启示下来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弯曲备谬的时代 我们的灵魂经历一场属灵的征战 这个世界的谎言总是想把我们掳去 但是你要借着你的真理 让我们在你的真道中得监力 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的心 能够愿意去顺服你的真理 把我们自己的生命 把我们的情感 把我们的思想 把我们的观念 都交托在主你的真理当中 愿意顺服你话语的权威 教导 好让我们能够持守真道 不被这世界所录去 愿祝你使用这段时间 就是让我们的心得盟造就 让你的教会得盟造就 让你的儿女 能够更加提取你的心意 按你的旨意来行 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礼 阿们 在1999年9月9号的早晨 我坐着一列绿皮列车的火车 从我老家河南开封 来到了北京 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因为那个时候 我不满足于在我的老家 作为一个农民 所以我当时追求的目标 就是考上大学 在城里找份工作 把我的户口 从农业户口 转成非农业户口 后来到了2007年8月份的一天 我就坐着飞机 从北京来到了美国 开始我的留学生活 因为后来我发现 我又不满足于在北京 找一份薪水很微薄的工作 于是我又有了一个追求的目标 就是到国外再读一个学位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来到美国没多久 我就信主成了基督徒 成为基督徒之后 上帝启示的真理 改变了我的思想观念 我的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 被颠覆 被重新地塑造 我的心灵经历到了一种 从来没有过的满足感 但是我心里面 也有了一种新的不满足 然后我整个的人生追求的目标 也发生了改变 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 类似的心路历程 最初你来到美国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因为 对当时的人生不满意 想要来到美国 追求一种更好的人生 在美国奋斗了这么多年 到今天 你对你的人生满意吗 你现在又在追求一些什么 那么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对人生的看法 有没有被主改变 我们现在 我们内心的满足和不满足 和耶稣有什么关系 我们现在追求的人生目标 和耶稣又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们今天要通过 《菲利比书》第三章 十二到十六节 我们来省察这些问题 我们来重新定义 我们人生的不满和追求 在《菲利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 保罗首先他两次讲到了 他对当时他人生的一个总结 两次讲到了他对人生的不满和追求 十二节的上半句 保罗说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十三节的上半句 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那么这两句话 你觉得保罗是在描述什么 是在描述他对他人生的状况的满足 还是不满足 不满足 这两句话 保罗描述了他对生命现状的不满足 他觉得不够 然后第十二节的后半句 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十三节的下半句 和十四节他说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之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这两句话 保罗是在说什么 是在描述他人生的追求 那么保罗对什么不满 他又在追求什么 我们先来看保罗 他到底对什么感到不满 他说我不是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他又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他说的得着 是指的得着什么 得着什么呢 如果我们要看他的上下文 你往前看 保罗在上面几句话写了什么 在第八节 第三章第八节 保罗说 他人生的至宝是什么 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呢 他说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分土 为要得着什么 为要得着基督 他这里谈到的 他还没有完全得着 或者没有觉得自己还得着 那个得着是什么 得着基督 那保罗到底有没有得着基督 在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说 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加拉太书写的要比腓里比书早 在写加拉太书那句话的时候 你觉得保罗从那句话里看 保罗有没有得着基督 应该得着了 他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基督都在他里面活了 显然他得到了基督 对吗 可是写到了菲利比书第三章 他又说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 保罗在说什么 他到底得着了没有 他应该是得着了 但是觉得还得的不够 得的还不完全 这怎么理解呢 其实这里说的得着 得着基督 其实就可以理解为保罗在三章 菲利比书三章第八节所说的 认识耶稣基督 保罗发现他对耶稣基督是有认识 但是认识的还不充分 还不完全 什么是认识基督 我们上一次讲到菲利比书第三章八节的时候 谈到认识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 当然我们要在头脑中明白关于耶稣基督的神学真理 但是认识这个词不只是包括我们在头脑中知道一些关于耶稣的事实 还包括什么 还包括我们的生命 生命当中要和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 与耶稣基督能够有相交 能够有互动 能够有生命的团契 能够切身地去体验他的爱 去经历他救恩的能力 这是一种生命的体验 因此保罗当他谈到认识基督的时候 他前面就说 包括他要晓得耶稣复活的大力 要和他一同受苦 这是一种经历 要效法基督的死 最后得以从死里复活 让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临到他的身上 切身地体验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 在耶稣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也在基督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当保罗在写斐利比书的时候 他经历了灵里面的重生 他属灵上与基督联合了 但是他还没有经历的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也能够身体从死里复活 因此他发现对耶稣基督的认识 他不够完全 他觉得认识耶稣基督的那个程度 让他还觉得不满意 他还渴望认识基督认识的更多 认识基督 如果保罗觉得他认识基督认识还不够 你觉得我们呢 我们能比得上保罗吗 我们当然比不上保罗了 如果保罗对他认识基督的现状不满 我们更没有理由感觉到对自己满意 我们也应该有一种不满足 武侠小说里经常有一个词叫做 用一个词叫领教 我们都很熟悉这个词领教 领教了领教了什么意思呢 这个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武术评论家 他是一个理论专家 他懂得很多武术的学问 他可以很好的做一个这个擂台比赛的评论员 他可以点评的头头是道 他都他懂 但是有一天如果你让这样一个理论 理论武术理论家评论员站在擂台上 和徐晓东打一场擂台 哇他当被徐晓东拿那个拳头啊 狠狠地打在他的这个肩膀上 一拳把他给打倒了 那个力量进入到他的身上 把他给击倒了 那一刻他会说 哇这回真的领教了 他那一个亲身的经历 被打一拳的那个经历 那是真正的对武术的认识 那不只是停留在头脑中的理论了 那个领教就好像是我们这里 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上面说的 那个晓得的意思 晓得耶稣基督复活的大力 就是一种认识 一种亲身的体验 亲身的经历 如果一个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 谈到耶稣基督为他钉十字架 他头脑里会承认 这是个事实 这当然这是一种认识 但是再过十年 当他再想到耶稣基督为他钉十字架 他发现他的心开始变得柔软 再过十年 当他再提到耶稣基督为他钉十字架 他开始彼此发酸了 再过十年 当他一想到耶稣基督为他钉十字架 他开始泪流满面了 你发现这一个过程 就是这个人认识基督的程度 在不断地加深 他不断地在得着基督 得着基督的爱 不只是从头脑的当中认识 也从头脑进入他的心 从理性进入到他的情感 越来越深入地认识 我真的认识有一个姊妹 他一想到耶稣基督为他钉十字架 真的就泪流满面 我就没有那种体验 我觉得很羡慕他 他说他每天早晨在他小区里 一边散步 一边一边祷告 常常感动的泪流满面 那是一种令人很羡慕的 和耶稣基督的那种亲密的关系 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基督 仅就着我们的知识而言 关于耶稣基督的知识 可能我们知道了一些知识 但是还有很多关于耶稣的神学的知识 我们都还没知道 那么就算是有一些我们知道了 很多是听众在头脑里 还缺少那种切身的体验 比如说 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承认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可以战胜死了 我们承认这个能力很浩大 但是我们还没有经历 至少还没有完全的经历 可能在属灵的层面经历了一部分 但是我们还没有经历 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那一天也要身体得属 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 也要经历从死里复活 那个能力我们还没经历到 只有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他让我们经历死里的复活 到那一天我们真的会 由动地感叹说 哇 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太大了 真的我们体验到了 切身的体验 他给我们一个崭新的身体 让我们去体会那个复活的大能 那一天对耶稣基督能力的认识 要比今天要大得多 那一天我们在荣耀中 亲自地看见耶稣基督 你会看见 哇 耶稣基督这么地美好 这么地圣洁 他的荣耀那么地令我们敬畏 要比今天唱诗歌的时候 的那种敬畏之心 要强烈地多得多 那一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荣耀的当中 感到的感恩 感到的喜乐 要比今天在世上的时候 要多得多 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地认识基督 我们得着了基督 但是还不完全 所以不要为我们现在的属灵的光景 感到满足 我们还复习一下 我们前几个礼拜 我们谈到说 神给我们预备的在基督里面的救恩 包括哪些层面 大家还记得吗 首先我们要经历什么 称义 重生 我们今天如果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应该已经重生了 重生以后要经历什么 成圣的过程 今天我们经历了一部分成圣的过程 在未来的日子里 还有很多成圣的恩典 神在给我们预备着 将来要经历什么 得荣耀 或者叫身体得赎 就是经历 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身体复活 进入他的荣耀 永远与他同在 最后的一步 我们还没有经历 原来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丰盛的救恩 就像是一场 就像是一桌子 丰盛的宴席 我们今天在地上 只是品尝了这个宴席上 掉下来的一点碎渣 还有很多很多的圣宴 我们还没品尝到 不管我们今天信主多长时间 不管我们读了多少遍圣经 也不管我们读了多少属灵书籍 或者我们在教会的里面 奉献了多少时间金钱 我们都没有理由 对自己认识基督的程度感到满意 我们都还不完全 还应该更加追求去认识基督 我们需要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感 一种神圣的不满足 我们经常说 耶稣基督不是让我们的心 得到真正的满足吗 是吗 我们只有在基督那里 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 为什么我们说还要有不满足呢 其实这个满足和不满足 也不矛盾 有一天我带我两个孩子出去玩 加油站里 有一个地方是新建的一个加油站 那个加油站里面 有卖各种各样的那种冷饮 各种颜色的 看着很好看 喝起来甜甜的也很好喝 我给他们每一个人 买了一杯冷饮 他们喝着的时候感觉很满足 很享受 很高兴 从那边冷饮的当中 他们体会到父亲对他的爱 觉得很满足 但是正是因为这一次满足的经历 他会更加渴望跟我一起出去 他会更渴望跟我在一起 待更多的时间 因为他还要渴望经历更多的这种满足感 他满足吗 他满足 但是他不满足于就满足这一次 他还渴望追求更多的满足 他被这种爱 这种满足感所吸引 因此这种满足 会激发一种不满足 去追求更多的满足 这就是诗篇的作者 为什么鼓励我们要去尝尝主恩的滋味 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它是美善 当然这个冷饮只是个比喻 它只是满足人肉体的味觉 但是神给我们灵里的满足 要比这个肉体的满足更加的甘甜 如果我们真的体验过 与主同在的那种美好 我们会渴望体验更多 在主里面的那种美好 如果我们经历过一次圣灵的安慰 我们就会渴望去经历 更多更持久的圣灵的安慰 只要我们体会过 在基督里的那种满足 你就会渴望得到更多的那种满足 这种满足感 会激发出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感 这就成了一个饥渴慕义的人 什么叫饥渴慕义 就是内心对于神的公义 对于神的圣洁 对于神他自己有一种渴慕 这种渴慕是一种神圣的不满足 因此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要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 对我们生命的现状 有一种不满足 这样才激发我们竭力的追求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思想一下 你觉得你现在对什么感到不满足 你对什么感到不满 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当中 都有一些东西令你感到不满意 可能有些人对他的事业还不满足 也许刚开始做大学老师的时候 只是一个讲师 做一个讲师 这个让人不满足 可能想要做一个副教授 成为了副教授不满足 可能想要成为教授 成为教授了可能不满足 还要成为 想要成为系主任或者院长 这是一种事业上的不满足感 可能有的人对孩子的教育不满足 光学文化课觉得还不满意 可能还要报个什么兴趣班 有的兴趣班还不满意 还要报一个体育班等等等等 可能有的人对婚姻不满足 对自己的配偶不满意 配偶改变了他懒惰的习惯 又觉得对配偶的发牢骚的习惯 感觉到不满 他太或者是丈夫不发牢骚了 可能又对他的外形感到不满足 我们有太多太多的理由 对人生感到不满 但是所有这些事情 让我们不满的事情 其实都会转瞬即时 都会有一天过去 就算这些东西令我们满意 令我们满足 它也会很快地就结束 这个过去 当然我们需要对世上的家人 包括我们正常的工作 需要尽着我们的本分 投入一些时间和情感 但是不要让这些东西 取代了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的偶像 不要让这些东西排在 在我们的价值观的 这个优先次序里排在第一位 在我们的价值观的次序里面 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 应该是耶稣基督 因为他是主 其他的事情应该往后排 那么如果其他的这些 世上的事物 都令我们感到不满意 激励我们去追求 那么我们的至宝 耶稣基督 岂不是更应该激发我们 不满足于对他的认识 更多地去追求他 如果说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我们却没有得到基督 或者没有完全地得到基督 那么我们仍然不应该感到满意 那反过来 如果我们得到了基督 却可以失去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换回来你得到基督 那么我们的心 也有理由得到安慰 主耶稣说过一句话说 若是赚得全世界 却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意思呢 生命在哪里 在耶稣基督里 有了基督 就有了真正的生命 但如果有这个世界上 一切让人们觉得很满足的东西 你却没有得到那个真正的生命 没有得到耶稣基督 就赔大了 保罗知道他自己认识基督还不完全 所以他竭力地追求 第十二节的后半句 他说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这句话读起来有点拗口 什么意思呢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 所以得着我的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就得着耶稣基督让我得着的东西 意思就是 基督耶稣想让我得着什么 我就去追求什么 耶稣想让我得着的 就是我想得着的 就是把耶稣基督所为我制定的 那个美好的计划 当作我人生追求的目标 那么耶稣基督想让我们得什么 第十四节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十四节说 就是要得什么呢 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这里有一个词叫做招 呼召的意思 呼召 神呼召我们 神呼召我们做什么 在这里说 神呼召我们是让我们去 得奖赏 你有没有被人呼召过 我记得以前在中国 逛商场的时候 常常被人呼召 那个时候不用呼召这个词 那个时候叫招呼 被人招呼 大老远的就有人给你 招呼 让你过来 过来干嘛 招呼你过来买东西 从你身上赚钱 让你消费 但是神呼召我们是让我们做什么 恰恰相分 神呼召我们是让我们得 神是要给我们奖赏 让我们得奖赏 而且这个奖赏是从上面招我们来得的 从上面 是什么意思 从上面的意思就是说 神要给我们的这个奖赏 是属天的 不是属地的 是属灵的 不是属世界的 是永恒的 神给我们的奖赏是不朽坏的 不是必然朽坏的 这个奖赏是在耶稣基督里的 如果你离开了耶稣 就得不到这个奖赏 那么这个奖赏是什么 这个奖赏就是在基督里 要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 就是我们永远以神为乐 就是我们在基督里 彰显神的荣耀 所体现的那个永恒的价值 这是神给我们的奖赏 奖赏这个词啊 在世俗的文化里 显得很公义性 哎呀你说 如果基督一求这个奖赏 这不是一种自私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 是神要招我们得这个奖赏 这是神的心意 这不是一件自私的事情 这是神的地上帝的旨意 是神的地上帝 是神的地上帝 在最大的变化 就是神的地上帝 对这个奖赏 是神的地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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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永远地爱着 那种的喜乐和满足 这不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祝福吗 我们原本应该在地狱里承受刑罚的一个罪人 居然可以在天国里永远地赞美神 这不是一个受造物最大的价值吗 这不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吗 在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们没有追求这样一个人生目标 我们的人生在浪费 没有这种的意义 但是神拯救了我们 让我们去活出这样一个意义 让我们的人生不被浪费 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奖赏 就是让我们知道该为什么活 让我们活得有价值 活得有意义 而且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 约翰派伯牧师有一句名言 是他的 他自己的一个 他写出来的这样一句话 是他的名言 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一个神学的总结 当然他的这个总结是基于 威斯敏斯特小要里问答的第一问 我们经常说的 威斯敏斯特小要里问答的第一问 John Piper 牧师的一个总结 就是他的一个叫基督徒享乐主义 如果你不听他的解释的话 很容易误会这个词 难道基督徒还要追求享乐吗 但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基于威斯敏斯特小要里问答的第一问 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 荣耀神 并且以神为乐 所以在他过去的人生的 这个牧养教会 还有神学思考的过程中 他就对这样一个神学 进行了一个深入的思考 最后他的一个总结就是 怎么样把荣耀神和以神为乐 能够连接在一起 最后他的一个总结是说 当我们从神那里 得到最大的满足时 神就在我们当中 得着最大的荣耀 就是当我们在神那里 得着最大的满足的时候 神就在我们当中 得到最大的荣耀 换一个说法 就是当我们从神那里 享受最多的喜乐的时候 神就在我们当中 彰显出最多的荣耀 如果我们在基督里 享受的喜乐越多 享受的满足越多 那么神在我们身上 彰显的荣耀也就越多 因为神造我们 就是乐意让我们 在他里面享受 来自于造物主的 那种满足和喜乐 当我们被他拯救了以后 我们脱离了偶像 我们不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些 必然要朽坏的那些东西 或者那些情欲 那些有罪的那些东西上 去寻求喜乐和满足 而是回到我们的 造物主的面前 恢复和他正常的关系 享受他赐给我们的 那种喜乐和满足 这就是彰显出 神荣耀的方式 因此你看到 神让我们彰显 他的荣耀 这是给我们一个奖赏 是让我们享受 一个受造的人 和造物主之间 那种美好的关系 这种关系 你也可以称之为是安息 在他里面的安息 在他里面的满足和喜乐 所以保罗看到了 这是神招他要得的奖赏 他就专一地 去追求这个目标 他说 只有一件事 他要望迹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因为这个奖赏 是在耶稣基督里 耶稣基督是那个标杆 他就像一个 赛跑的运动员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运动员 他在赛跑的时候 他一定会眼睛 只盯着前面的那个冲刺线 他不会跑两步往后看一看 如果他往后一看 他要么半倒 要么他就落后了 一个赛跑运动员 他不会满足于 他已经跑了多远的路 他只会看 在前面还有多少的路 没有跑 他盯着那个目的地 盯着那个目标 转一地往前跑 这应该是我们 属灵生命的一个状态 在好几个月 不是好几个月 上个月或者两个月之前 孙涛弟兄讲到的时候 讲过一个故事 我后来又重复过那个故事 已经讲了两遍了 但是重要的话要说三遍 所以今天再讲第三遍 大家还记得那个日子吗 Francis神讲到的那个故事 说有一些年老的牧师 他们在一起开退休会的时候 每个人都在分享 自己的退休计划 几乎每个人都找到了 自己做牧师退休以后 一个安享晚年的 生活舒适的地方 Francis神讲到的时候说 你们侍奉神大半辈子 现在眼看你们就要 把脚迈入神的国度了 你们却把那只脚又给收回来了 裁判员耶稣基督 还没有宣告这个比赛结束呢 你们却误以为 这个比赛就结束了 我们基督徒很容易 很容易满足于 过去的某一些收获 或者是经历 我们常常回顾过去 过去我读了多少遍圣经 过去我收获了多少 过去经历了多少神的恩典 过去有太多的事情 让我们恋恋不舍 当然我们需要不断地 数算主人 但是不要因此而满足 一旦满足于过去的 一点点的经历 我们就会失去 竭力追求的动力 还好我现在还年轻 所以我自己还没有 太多人生的资历 可以让我去恋恋不舍地 回顾过去来自我满足一下 还没有 但是我祈求神保守我的心 如果我活到六十岁的时候 当我接近我人生的终点站了 那个时候 真的是要警醒求神来 怜悯我帮助我 让我那个时候 不要满足于过去 跟神说 哇神啊 你看我收拾了你这么多年 看我过去圣经了 读了多少遍 然后产生一种满足的感慨 求神保守我到六十岁的时候 不要让我有这种感慨 如果神让我活到六十一岁 就死去了 看望神保守我 活到六十岁的时候 仍然可以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专注地跑完 最后那一年的路程 保罗说他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他只有这一件事情 这并不是说保罗 什么是其他的事都不做 保罗也做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他也置搭帐篷 来做一个谋生的职业 他也做其他的事 但是保罗说只有一件事 意思是说 他只有一个目标 那个目标是专一的 而且他做的所有其他的事情 都是为了这一个目标来服务的 做其他所有的事情 都是为了实现那同一个目标 他直搭帐篷 是为了让他更好地去传道 完成神给他的护照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可以塑造我们基督徒的职业观 可以塑造我们的生活态度 我们也只有一件事 虽然我们在世上做很多事 但是只有一个目标 只有一个目的 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为那一个目的来服务的 我们世上的工作 对家庭的责任 对儿女的教养 在教会的服务 甚至包括我们个人 业余时间安排什么活动 所有这些事情 都是为了那同一件事 就是去得着神 从上面招我们来得的奖赏 在耶稣基督里的奖赏 那怎么样做不同的事情的时候 去实现那同一个目标呢 怎么样让所有的事情 都围绕着那一个事情来服务 就是让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反思 我们的动机是什么 如果动机只是为了满足 今生这几十年的生活 或者是符合世界的价值观 的某些标准的话 那么我们做那些事情 没有为了那个永恒的目标去服务 相反 我们做任何的事情的动机 应该是去为了彰显什么的药 那个动机目标 或者说那个目的一定要对 接下来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 要下意识地 要留意地 或者要刻意地 去活出耶稣基督的那种品格 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 要珍惜每一个机会 去活出耶稣基督的谦卑 节制 温柔和爱 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 要坚持去实践圣经里面的原则 而不要违背圣经里面的原则 如果我们这样子地 去做每一件事情的话 那么这些事情 不管我们的职业也好 对儿女的教养 家庭的责任 教会的服事 个人的业余的活动 都可以去实现一个永恒的价值 这些事情都可以变得很神圣 问题是我们要有那样一个目标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来思想 你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会不会我们的日常生活很繁忙 事情很多 以至于我们迷失在这么多的事情里面 太忙碌 以至于忘记了那个目标 但是保罗说他只有一件事 这一件事是不能忘的 那是我们生命的中心 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追求的目的 如果说菲利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 是保罗对他自己人生的一个总结 那么十五到十六节 就是保罗劝勉读者 来对我们的人生进行一个总结 让我们来省察自己的生命 到了哪个地 十五节说 你们中间凡是完全人 总要存这样的心 若在什么世上存别样的心 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保罗说你们中间凡是完全人 也要存这样的心 什么意思呢 这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完全的人 除了主耶稣以外 这个世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人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但这一句话的意思保罗是说 你们的中间不要有任何的人 觉得自己已经是完全人了 不要觉得自己已经是完美了 如果你们觉得自己完美了 或者哪怕觉得自己 属灵的生命很成熟了 也要存这样的心 什么样的心 就是要存着前面所说的那种 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感 对自己属灵生命的光景 要有一种不满足的态度 竭力地去追求 追求一个更成熟的生命 追求更丰盛的生命 不要被一种骄傲自满的感觉 欺骗了自己 要认识到自己生命的真相 自己的属灵生命还有哪些不足 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然后不满竭力地追求 接下来第十六节说 你们到了什么地步 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就是说 当我们对自己的属灵生命 有了清楚的认识之后 就按照我们生命真实的光景 活出那个荣耀神的生命来 并且在此基础上 竭力地去追求 追求更丰盛的生命 结出更多圣灵的果子 就是不要假装很敬虔 不要假装很爱福 不要装得很熟 要活得真实 自己到了什么地步 就按照那个状态去 把那个真实的生命活出来 不是说我们照着自己的那种血气 和没有对付的罪 把它故意地暴露出来 而是说 我们要认识到 神在哪些方面已经改变了我们 把那样一个被神改变的生命 把它活出来 并且在此基础上 踏踏实实地往前成长 不要急于求成 要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经历一个稳健的生命的成长 脚踏实地地 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举一个例子 假如说有一个基督徒 他以前 他以前常常把安全感 放在钱的上面 他很难把安全感放在神的身上 这是他需要对付的一个观念 同时他的生活 很多坏习惯没有节制 这也是他需要对付的一个问题 那么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 神改变了他的心 而他对金钱的这种依赖感被破除了 他可以把安全感放在神的身上 所以他的人生不再为明天忧虑了 在这一点上 他被神改变了 但是呢 他没有节制的这个问题 还没有经历改变 还存在这个软弱 那么他就需要认识自己 今天生命到了什么地步 他又敢于面对自己 已经被神改变的那部分 然后活出那样一个 依靠神而没有忧虑的生活 但同时他也要认真的 去专注于对付那个没有节制的问题 去发现他更深层的偶像 来解决他更深层的问题 这就是到了什么地步 照着什么地步行 能够认识自己 并且稳健地一步一步地往前成长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属灵生命的状态都不一样 在不同的时间 我们的属灵生命的状态也不一样 每个人需要对付的罪不一样 同样一样罪 在不同的时间 对我们影响的程度很严重 我们的挣扎的程度也不一样 所以需要认识自己 按照自己属灵生命的需要 一步一步地靠着主的恩典去成长 所以最后我们再次来思想 弟兄姊妹 你现在对人生的哪些事情感到不满 你在追求什么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 可以让我们感到不满 但是唯独有一件事情 我们需要一种强烈的不满 就是对耶稣基督的认识 只要我们还有一天 没有亲眼地见到我们的主 我们就不应该失去 认识耶稣基督的热情 我们已经得着了主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但是还没有完全经历他 还没有完全享受神预备的救恩 特别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要经历复活 进入他的荣耀 那是保罗所渴望的 也应该是我们今天所渴望 神给我们预备的是一桌丰盛的圣宴 今天我们只是品尝了一点点的水渣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恩典没有品尝 所以愿神的美善能够吸引我们 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板之宝 我们一起等到 天父啊 我们的心太容易被这个世界所辱去 我们太容易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感到不满足 但是真正能够让我们永远满足的是 注意自己 就算我们追求这个世界上 很多的短暂的事物 让我们的心暂时地满足了 但是有一天我们还是会失去 如果我们的满足感 是建立在这些世界上 必然朽快的事物上 那么我们的满足感越强烈 当我们失去它的时候 我们的惋惜 我们的遗憾 我们的痛苦也就会越多 但是主我们永远不会失去你 我们若是在你里面追求满足 我们就会有永不止息的喜乐 因为你的荣耀 你的美好 你的慈爱 是无穷无尽的 可以让我们在永恒的天国里 享受到永远 赞美到永远 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上 那些虚假的偶像所迷惑 让我们的眼目转眼仰望 并进在主耶稣基督 你的身上 让我们看见你的美好 主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 让我们品尝到主恩的滋味 看见你的美善 主激励我们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你这一个雕竿直跑 让我们的人生当中 虽然有很多的事 只去追求这一个目的 让所有的事情 都能够帮助我们 去追求这一个目标 让所有世界上 其他的事情 都成为我们实现 这个目标的途径和机会 愿主你帮助我们 这里面每一个人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